新一波疫情似乎都在来 大人、老人家,其实大部分人一是有中过 一是打了针 其实也没什么好害怕 但是那些小孩子,尤其是六岁以下那些 应不应该打定疫苗去预防新一波疫情呢? 今天我们就谈谈这个问题 美国的食物及药品管理局刚刚开完会 他们就投票决定 应不应该给那些六岁以下的小孩打他们的疫苗呢? 当然在美国也是那两种疫苗 一种是Pfizer,即是我们的复必胎 另一种是Moderna,即是主要那两种mRNA的疫苗 先跟大家讲个结果 两种疫苗所有的专家都没有人反对 全部投赞成票的 通常大家看报纸 就是看到所有专家都赞成 但是就没有看清楚究竟赞成什么 这件事其实很重要的 因为中文就不是一个很准确的语言 不是很 precise 英文其实它原文 他们投票赞成的 那个命题其实是什么呢? 那个命题就是说 大家同不同意在六岁以下的小孩打这两种疫苗 或是适当一种疫苗 好处是多过坏处 他们赞成的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好处是多过坏处的 并不是说大家都赞成应该所有人都要打了 不是这样的意思 大家看不看得出那些分别 他们是觉得打这些疫苗 是好处多过坏处 不是没有坏处的 也不是说好到不得了 只不过就是权衡轻重之下 好处多过坏处而已 我讲下去之后大家就会明白 究竟为什么他们的意见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讲一下Visor 即是復必泰先在六个月到四岁这个年龄层 是需要打三针的 那么原因就是说打了两针之后 药厂发觉那个小孩体内的抗体升高的程度 不理想的 等于没有那样 就是说打完两针 那个抗体升高的程度不明显的 没有打差不多 所以我们就趕快加上第三针 到打了第三针 抗体的上升才是比较理想一些 那么我做前线医生就很清楚了 反正那些针打的数目越多 那些人就很难打足的 有些人可能打了一针 有发烧啊不想打第二针了 有些人打了两针之后 第三针就忘记了了 最大问题就是打了两针 差不多没有保护 那么要打第三针的话 但是隔的时间又比较久了 因为第一第二针可能隔三四个礼拜 第二第三针呢 他就建议隔八个礼拜 那就是说如果你打了菲萨的话 就整个过程就需要整个三个月 那你才打了三针 有保护 那这个时间就比较长了 如果那些疫情来势汹汹的话 那就好像又不是那么好 那Modernia就好一点的 Modernia就基本上打两针就足够了 那个抗体上升就已经OK 因为Modernia本身是每一针里面 含有MRA的浓度是比较高一些的 Modernia在六岁以下打的分量 就等于成人的四分之一 Modernia就只剩10分之一这么少 当然Modernia的药厂就很聪明 他就说我们这些副作用少一点 那些人应该容易接受一点 那这个他说也有道理 那因为打了Modernia之后 那个比如发烧那样计算 那真的没有打完Modernia那么厉害 当然Modernia也不是说发很高烧 而以比较的温度来说Modernia的消费是比较高一些的 那会上也有专家质疑 那这个年龄层的小孩如果真的感染COVID 那是因而死亡的个案都是非常之少的 差不多就跟比雷劈中的风险一样 那是不是真的值得为那么多人去打疫苗 就是花那么多人力、物力 可能有些小孩就有些发烧 打针的位置不舒服 回不了学之类的代价 是不是真的值得这么做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细心看 比如Pfizer的研究 他就说抗体升高的数字 那大家知道通常做研究出来 就不是真的单一一个数字 通常是一个范围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50就是理想的抗体水平 如果他做出来的范围 就是由40到60之间 那我们就有理由相信 这种疫苗的效果应该是不错的 Pfizer的研究 他的数字可以很阔的 比如说用回刚才的例子 50就是理想 他可能是80到-20之间 凡是这么阔的范围 尤其是他横跨了0那点 0那点 这样的话 通常就代表那个好处 就不是真的清晰得那么紧要 有一个机会可能 那个好处是小过0 或者小过0负 即是没有什么好处 还有他打了第三针 抗体很明显升了很多 那边也是基于一个很小数目的小孩 有些专家都质疑 数字太少 是不是个个都是这样 有专家有些保留 大家留意到 我刚才说的 是打完针之后 抗体升高的程度 抗体基本上就反映到 你挡住感染力的能力 是感染的 就是说轻症 或者没有症状的那些案子 就太少重症了 在这么短的研究的时间里面 根本就收集不足够的重症 去计算到疫苗防重症的效果 不过就基于我们 比如说青少年人 大一点的小孩 那个数据来看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这两种疫苗 防重症的效果 应该是相当不错 大家看到的数字都知道 其实防感染 即使你打了针 都是一样的 其实简单说 就是这个年纪的小孩 即使感染COVID 真的严重的情况 本身已经很少了 你说打针好不好呢 打针其实是可以的 也没有什么坏处疫苗 也没有什么很大辅助 最好都是由家长去决定 就是说如果你 看着自己的情况 如果你小孩 有些严重的病 长期的病 令到他 如果一旦感染COVID 之后风险很大的话 当然打针会比较好些 如果有些家长觉得 现在疫情又很厉害 就算你说防感染能力 不是很高也好 我都希望帮小孩打得稳定 虽然重症机会也不是很高 但我怕万一 你打其实也没有坏 如果有些家长觉得 我都不想小孩打这么多针 既然没有什么事 那我小孩又健康 不打得不可以 都可以 最重要是大家有自由的选择 最重要是你就知道事实的真相 再自己做决定 这就是最好的抉择了 好 今天我又改了一些灯光的设定 之前做出来的效果 大家评价都是一般的 不要紧的 大家一样 今次都给点意见 我在留言那里 就说回你的意见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记住订阅 按下小钟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